一輛黑色休旅車開到一家泰國小吃店前 突然停車接著副駕車門打開 一名男子探出頭來 炒小吃店叫囂 店員跑出來查看正要拿手機出來拍 結果男子突然亮出一把長槍 對著店門口嚇得店員趕緊退回去 大白天當街囂張亮槍 而且男子還跑進店內嗆聲 店員忙著備餐 正心男子身上疑似還帶著蝴蝶刀 一直說要幫朋友討薪水 店家也很無奈 請他嫌到外面 並且報警 男子趁著警察到場前 馬上開車落跑 穿白色上衣的就是正心男子 31歲有毒品前科 隔天員警逮到他時 還搜出了KTAMI和咖啡包 正心男子表示 因為看到朋友PO臉書 說之前在小吃店工作 結果和店家薪水瞧不攏 就找正心男子幫忙討薪水 帶著玩具長槍上門警告 警方補充 正心男子公稱玩具長槍是多年前別人給的 沒想到現在變成討薪水的工具 只是離職員工和店家有勞資糾紛 不到勞工具調解 反而找人來亮槍嗆聲 也要吃上 教唆恐嚇罪嫌 TV新聞強圈魯維新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